原來你在這裡 我在這裡休息一下 給你泡一杯咖啡 對了,今天很感謝你幫忙 小事而已 不過如果你想感謝我的話 不如今晚一起吃飯吧 我今晚沒空了 我還以為你跟其他人不一樣 什麼意思? 我看精神科吧 沒關係,我今晚真的沒空了 或者我們約一個第二天吧 好,我等你 那我先進去工作 我會有錢還給你的 放心,我應該找到人借錢給我的 我一收到錢就馬上給你了 姐姐 希神 老婆,時間到了,可以走了嗎? 讓姐姐上來,讓我再聊一會兒吧 不行,我們約定了 如果你不用幫人接生 你就要按時休息 三十分鐘 不行,你剛剛才做的事 不能這麼粗魯 那我先走了 對女人來說 聊天也是減壓和放鬆的 剛才只顧著說我,那你怎麼樣? 聽Sabrina說,有人追求你 不是啊 你們不是談心事 你們在這裡說八卦的事 舒敏 我有些事想跟你聊一下 怎麼了? 我最近經常收到這些訊息 我在看你 這麼恐怖 她還發出妹妹的照片來嚇我 她還問我 關於七年前交通意外的事件 什麼人會對七年前的交通意外有興趣? 她呢?不如報警吧 不行 不想搞大這件事 警方調查 一般會由受害者最親的人開始查起 你和你亡夫最親的人 就是朱炳和杏儀 還有我老婆 如果你這麼說 你老友老姜 當然是其中一個死者的老公 他整家都有嫌疑 希臣,那時候你也有在現場的 不過我什麼都沒做過 我記得當時的新聞報道說 警察後來在附近的山坡找到一個傷者 他連人帶車衝到山上 所以七年前的車禍 不僅是影響你兩家人 那你有沒有發覺 最近你身邊有沒有什麼奇怪人出現? 你送我了 陳太太,你放心吧 你老公買過一份危疾 公司已經看了一份醫療報告 錢很快就能報到 我真的戀了大龍,幸好是你而已 謝謝 我應該做的 你回去陪你老公吧 再見,陳太太 再見 我會不會有運氣 但是你認得很奇怪 你應該是跟你們說 你不再把人吵架 那聲音是這樣的,你不舒服嗎 沒事,找到甚麼事嗎 是這樣的 上次你們不是去了療養院 探望一個女生嗎 我想問那個女生是甚麼人 你說千千? 她在Hason做實習生的時候 在醫院認識的 千千 我上次弄壞了你的水壺 我買了一個新的給你 你好像不太歡迎我,為甚麼 那天我在山邦網上去 我明明看到你的 古醫生也不知道 七年前你姐姐的單位交通意外 我也是其中一個新患者 為甚麼你當時不救我 原來她是七年前那宗交通意外 又是其中一個傷者 是嗎 那我想問除了你們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人去探望她? 她…她有一個哥哥 事情發生了是回不了頭的 七年了 到底是誰? 千千還這麼年輕 她究竟要受多少苦? 她不會其實是我們太敏感 屬世之外 我…